口罩作为防止疫情交叉传染的重要工具 毫无疑问的当选了2020年1月全球最畅销产品 不管是身边的药店还是Amazon 口罩一度缺货 不过相信身边的大部分朋友 还是通过不同的渠道 购得了一些口罩用来隔离病毒 可是口罩在手 大家真的能物尽其用吗 最起码TV君身边的一些同事 佩戴口罩的方式都不太正确哦 今天TV君专门查了些资料 告诉大家如何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 可不能浪费辛辛苦苦买来的这些保命道具呀 口罩很多种 哪种防护能力更强 N95首当其冲 成为防病毒首选 其次是外壳口罩 然后是普通医用口罩 最后是普通免口罩 除了N95之外 KN95是什么 KN95和N95其实是一种口罩 只不过一个是美国标准 一个是中国标准 这两个标准下的口罩过滤效率都能达到95% 只不过N95口罩其实有很多型号 大家购买的时候要认准1860或1870加 这两种医疗作业专用 否则买成建筑作业专用的可是没有办法防止病毒的入侵 好了口罩 口罩怎么戴 头带是口罩 头带是口罩 带完了口罩 带完了口罩怎么摘也是有讲究的 让钟南山教授来教教大家吧 脱口罩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就是套耳朵的这个塑料 就是这个圈子把它脱下来就这样脱掉这样脱掉 而不是抓着这个签子因为这个是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这个是口口罩的关系